母亲第一次在儿子面前宽衣解带 那触目惊心的伤痕让儿子不忍直视 就算母亲道出这就是杀害丈夫的原因 却都患不了儿子的丝毫怜悯 然而这只是磨难的开始 杀夫不成的阔泰抱着侥幸的心理回到豪宅 却看见丹妮吩咐庸人将自己的衣物打包 她本想以阔泰身份阻止这一切 但换来的是丹妮的朝向 没等阔泰做出反应 她又被管家连扯带拽驱赶门外 这就是丹妮踏入这个家复仇的第一步 虽成功年走过泰可又迎来了出院的傅豪 傅豪面对虚伪的女儿 虽然心中很是不满 但也并未将她赶走 就这样这对仇人妇女要单独度过每一天 受伤未痊愈的傅豪很排斥丹妮的帮忙 然而到了夜晚傅豪竟然改变了想法 由于身体原因傅豪突然倒地不起 丹妮再次主动关心并且将她扶到床上 就在丹妮要离开的那一刻 傅豪竟然拉住丹妮的手第一次温柔地说道 谢谢 如果没有以往的仇恨此刻的丹妮 真的会与傅豪享受这份妇女之情 但丹妮却不知此刻的傅豪 正在秘密调查一件事 当林墨手拿信件交到傅豪手中 傅豪严肃的神情就证明了一切 对 就是她与皮尔的亲子鉴定书 镇定片刻后 她才鼓起勇气描看了一眼 赫然的百分之零的匹配值 再回想起丹妮话中有话的原因 原来自己做了三十年的冤大头 火冒三丈的她掏出自己的手枪 愤然的就向门外冲去 就连林墨叫她都丝毫没有发觉 而另一边隐约发觉不对的孝豪父亲 刚要出逃就被傅豪逮了正常 傅豪痛斥她就是个无耻的小人 原来隐藏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破碳母子二人 气急败坏的傅豪 并没有给孝豪父亲解释的机会 突然一通电话分散了傅豪的注意力 从而让孝豪父亲抓住了机会 撕扯片刻后 枪就被孝豪父亲夺走 就在二人制止不休时 丹妮带着警察冲了进来 傅豪也因入是商人被警察带走 就这样趾高气昂的傅豪 再一次的被送进了监狱 而这次与往日不同 他自己身之牢狱之灾在所难免 很快傅豪入狱的消息 被媒体大肆的报道 弄得人见皆知 殊不知皮尔却因傅豪的事情 第一次的拜访了亲生父亲 他命令生父撤销对傅豪的控制 但父亲却觉得这是保护大家的最好方法 然而皮尔却威胁生父 如不照做他只能前去警局 告发他两次蓄意谋杀傅豪 紧接着皮尔带着律师来见父亲 共同商议怎么能让傅豪脱身 傅豪便想到当笑花父亲拿枪对准自己时 屋子里还有丹妮林墨姐 律师则想到一个完美的计划 只要丹妮歪居室时 站在傅豪这面就皆大欢喜了 皮尔想方设法就傅豪的事情 很快被扩胎之后 他便提醒皮尔让他想想清楚 傅豪为何要杀笑花的父亲 正是因为得知皮尔的身世 就凭傅豪心狠手拉出玉会放过谁 皮尔虽表面仍站在傅豪内面 但内心也偏向了母亲 霍太为了自保 他便趁傅豪此刻身在监狱 将傅豪全部的股份转移在自己名下 在众人疑惑时 皮尔也站了出来 母子二人的联手 也成功地让股东大会几日后举行 随后母子二人也顺理成章地回到了豪子 霍太回去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将丹妮赶了出去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 丹妮并未与其争执 而是潇洒地转身就走 霍太本以为除掉了这个眼中钉 殊不知他再一次地掉入了丹妮的陷阱